捷運站裡民眾排排站 依序上手扶梯 有位婦人剛站上去不久 重心不穩往後倒 就像跌羅漢 波及到後方兩位民眾 情況不少站穩 意外發生在去年四月二十二號 婦人從宜蘭搭車到醫院拿藥 轉成捷運時 在手扶梯不慎跌倒 導致兩位女子腿部寬部擦措傷 日前遭法官依過失傷害罪 判處居易五十天 獲益科罰金五萬元 我們認 只是說對於這個判決 跟他們對方求償的金額 我們無法接受 媽媽這是過失常常是跌倒 婦人及他兒子不滿判決結果 認為對方獅子大開口 要求賠償金十一萬元 婦人堅稱當時自己有握緊扶售 認為這是意外沒有過失 婦人表示是手扶梯的階梯震動 加上扶手和階梯速度不同 才會抓不住 但法官檢視監視器後發現 婦人右手前臂及身體靠著扶手帶 知識歪斜 手扶梯在運轉過程中 並無出現明顯震動和跳動等異狀 認定婦人在整起事故有過失責任 目前雙方對於賠償金額未有共識 全案仍可上訴 三立新聞 黃國瑞 曲道雲 宜蘭台北綜合報導